说起香港的最幸福富豪媳妇,很多人都会说应该是郭晶晶,其实还有一个人,她就是蔡志明的儿媳妇汪元元,汪元元这个名字,很多人也许并不耳熟, 但如果说演艺圈甄子丹的小姨子,出演过不少电影,估计就很多人知道了,很多人说汪元元非常幸运加入豪门,其实她本身就是出生在富贵家庭的,她的爸爸是加拿大的钻石之王,家族的珠宝产业规模雄厚,然而汪元元元也是一名长腿大美女,从小一时无忧,过着公主般的生活, 然而汪元元的老公蔡嘉赞,则是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的幼子也是独子,蔡嘉赞是1986年出生,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,作为豪门贵公子,蔡嘉赞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,就注定要继承家族产业。 蔡嘉赞的父亲蔡志明出生于1945年,是香港潮商的第二代代表人物,第一代表人物是华人首富李嘉诚,1972年成立了续日失业,后来慢慢发展,成为了香港最大的玩具公司,后来还抄底了房地产,如今蔡志明拥有30多项收租物业在香港,另外她还拥有4家上市公司,包括了一家连锁医疗的上市公司。 蔡嘉赞毕业后加入父亲的公司,也就是全球最大规模的玩具生产商续日国际集团。 2010年开始,蔡嘉赞又接手了香港的喜运家钟表集团,负责喜运家钟表型的生意,社家钟表型在香港跟澳门拥有几十家的分店,同时蔡嘉赞也是急速汽车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,最为富二代。 蔡嘉赞从小的生活正是奢侈,当蔡嘉赞16岁考的驾照时,父亲蔡志明就送了他一台宝马X5,为了他方便上学。 后来在蔡嘉赞的生日,蔡志明又送他一架宝石节,可以让他假日去兜风。 2007年底,父亲被奖励他大学毕业后不去花天酒地,而是乖乖地回公司上班,又花2000万买下全球限量的20部蓝博基尼最新款送他做礼物。 不过对于富家子弟,有时候有钱并不是一件好事,李嘉诚的儿子李泽聚就曾经被绑架,随后李嘉诚用了10.38亿,才赎回了李泽聚,幸运那是李泽聚毫发无损。 然而蔡嘉赞也曾遭遇到绑架,那一年蔡嘉赞在去上学的途中,被两部贼车前后夹击截停,出现了四个截斐铁铁斧头袭击司机和他,不过还好蔡嘉赞跑得快,才躲过了一截,但是头部却被砍伤了。 从那之后,蔡嘉赞几乎不敢出门,半年后去了美国看心理医生才好转,后来蔡志明为了保护全家的安全,重金聘请保镖。 然而蔡嘉赞即使是后来出门跟女友逛街拍拖,都会带着保镖。除了曾险些被绑架的童年阴影之外,蔡嘉赞不幸魂目堵了自己亲姐姐,因为抑郁在家里烧炭自杀。 当时蔡志明因为与陈妙英的感情闹得蔡嘉鸡犬不宁,随后蔡嘉赞的二姐因此也就自杀了。 所以说,豪门也不是像大家羡慕的那样,不过蔡嘉赞是与其他富二代不同。 蔡嘉赞的感情生活很干净,大学时期曾交往过一个女友,刚开始还只是在网上表白。 毕业后蔡嘉赞认识了汪源源,跟汪源源拍拖非常高调,经常被拍一同出入各种场合。 蔡志明因为感情的事情导致二女儿自杀,所以一直觉得亏欠了二女,随后对二女非常疼耐,出手更是大手笔,经常送好花珠宝又送豪宅。 2013年蔡嘉赞和汪源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,作为独生子结婚,当天的研习就开了160桌,婚礼花了将近8亿。 汪源源婚后先是生下了一个女儿,蔡嘉全家人都去医院探望,包括年事已高的外婆,几年后又生下一对双胞胎。 蔡志明更是大方的郑宋文是巨型豪宅,蔡嘉赞作为蔡嘉唯一的儿子,将是蔡嘉千亿财富的继承人。 汪源源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豪门媳妇,蔡嘉赞不止帅气多金,而且还领飞稳,父亲送了20部豪车。